今天大家依然是 连续的天心小组 哈喽 各位晚上我是天心 我今天有穿暴乳 有穿暴乳 妳就算不穿这样我们也都知道你很厉害啊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每次穿衣服来上节目 你都有点小失望 你看你今天笑多灿烂 妳这样指我还会晃开 因为她是真的 OK 我没有要测试 没有关系 天心在一开始的时候当过外景主持了吗 是啊 刚刚出来的时候都是要跑外景啊 跟谁 跟忠贤哥 跟吴忠贤 对 同学请稍息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去校园 各个校园啊 竞赛啊 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到当地然后找他们的社团 比如说有辩论室的话 我们就玩辩论啊 那如果有摔角社我们就玩摔角 看那个学校里面他们专长的是什么 好 我们今天一共邀请了九位很可爱的女生来 她们都有某一个程度的主持经验 那我们中间有个节目呢叫做台湾角逛大陆 我没办法 我直接say no 真的 不是因为那太新 你受不了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常常跑内地 我也拍过戏 然后尤其是古装戏 我们都是去那种荒郊野外 那女生其实最受不了就是卫生 上厕所的问题 像比如说你问她说 那请问一下这位师傅洗手间在哪里 洗手间啊 这样你就受不了了 就只好拿两把伞 然后上得很紧张很紧张很害怕啊 你没有办法参加今天的争讯 没有办法啊 可以去拿雨伞喔 要啊 那就大大方方给人家看啊 就假装别人都看 好 今天你看吧 外景主持人真的很厉害啊 好 接下来今天的三位评审 他们三位评审的决定呢 可以决定说今天的九位 可爱的小女生当中 有没有她们觉得可以出任 中天这个台湾角逛大陆节目的 一两次的主持人的机会的人选 那第一位我们参加的评审呢 是中天节目部的协力 我们欢迎郑伟强 好 协力好 协力今天会很凶吗 你今天会很凶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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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就好像很和蔼可亲欸 我们都是小女生喔 OK OK 旁边那一位王伟齐 就是现任的台湾角逛大陆主持人 好 王伟齐你好 好 王伟齐你好 她的角逛大陆主持人 你请你待人多久了 大概一年多了 你怎么撑得下去 我们很辛苦 你过来一下我看看你 你原来就黑还是被晒的 对 本来就不是很白 可是我很喜欢参加一些户外运动 什么冲浪啊 爬山啊 然后到处上山下海 所以还蛮舊一份工作 真的吗 对 那你当初被选中的原因是什么 当初被选中的原因应该就是 因为我17岁的时候就到法国当交换学生 那已经很习惯那种被丢到外地 流浪的生活 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对一些旅游方面 会有很特别的体验 今天台湾角逛大陆邀请来的候选人 其实都是女生 那协理是因为你们喜欢看 可爱的女生在荒山野岭中受苦吗 不是 因为这种节目 我觉得女生比较好看一点 怎么说 因为它不是那个 就是寻奇那种节目 就是那种很 蛮番去探眼那种节目 或是探险节目 对对对 介绍风土人情 那女生比较好一点 对对 出来比较好一点 对 因为我们今天另外一位评审 是探险那一类的 对 应该比较惨一点 是上山下海市的 好 带你的新书过来吧 高先生 我们今天 啊咯 好 我觉得他出了一个书叫做铁味 就表示说他做这个节目 做到已经什么都能吃了 对 就是出外景的两年半生涯 我把它记录下来 这是什么 吃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蜂涌 这个还算 吃蜂涌啊 对啊 蜂涌啊 蜂蜜啊 蜂蜜OK啊 对啊 蜂蜜OK啊 蜂蜜的东西是什么 生的肝吧 谁的肝 鹿 就是你把它开一趟 直接拿出来 还是温的那种 对 还是温的 然后你咬进嘴巴里面 就是血水就这样 哒哒哒 这样流出来 为什么要吃 对 为什么 因为你吃就表示你是主持人吗 还是 这不是试胆大赛 也不是华众举众 其实他们那个地方的少数民族的猎人 觉得说这样吃法对眼睛好 如果今天有参赛者说 我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 会不会就扣分呢 对 那大概从100分扣到力 可以扣到10分的啊 好 至少就这么可爱不行吗 因为你要吃那个 告诉观众你的感觉 如果要吃的话我想 对方会什么都帮你吃掉 所以不行 不行不行 因为虽然那个感觉 告诉观众你的感觉怎么样 对 所以必须要吃 因为观众他们吃不到 他们看不到摸不到 所以只能借由主持人 就是去吃了之后 看着表情啊 看你的 也许他们看到你 觉得很惨 很难吃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 原来就是这个味道 今天的九位参赛者中 谁有机会脱颖而出 成为万里收齐的外景女主持人 好 那婷婷 你可以帮我们介绍 第一位出现要吗 好 首先我们看到 一号的谢齐佳 今年20岁 170公分 48公斤 我看过你啊 齐佳 你在哪里主持过 BJ GO 保龄球的 瓜哥的保龄球 哦 所以 好好地打保龄球很舒服 你真的要出去出外景吗 你去很清就好了吗 因为我在同类日活动一下 等一下 他是不是想错了 就是在棚内主持人 想去棚外活动一下 会有啊 譬如说你室内待久了 想要到户外晒晒太阳 但是当个太劳当久 也想坐冷气房 吹吹冷气 可是周末出去活动一下就好了 你要跑 你有没有听到他们一出去 要出去30天呢 对啊 可是 我每次都在棚内 然后就是一直翻牌 然后我就笑 我就嘿嘿嘿 都是这样的 他还不太懂得我 就出去 你很白耶 你愿意晒黑吗 你有没有看到韦琪 我晒不黑啊 我晒不黑啊 真的啊 我晒不黑 你有晒过吗 嗯 你知不知道 到了外景可能没有办法 让你化妆化得这么细 对 我都没有完了 没有 你没办法让你的脸洗干净 而且 可以化妆吗 可以化妆 可是你可能要 连续四天不能洗澡 连续四天不能卸妆 因为那边根本没有水 那你如果卸妆 卸不干净 倒不如不要卸 隔天起来继续补 继续补 大概盖了四层上去 最后终于有旅馆 才好好把脸洗掉 今天我们协理提出了一个建议是说 我们要考验一下 他们的肢体语言 协理为什么你觉得 主持这一类行脚节目要 很灵活 然后身体表现要很好 因为你画面看的 都是剪接过的画面 那其实那整个环境怎么样 到现场 可能交通都不能到的 要走路的 要爬山的 那整个环境 天气变化 下雨了 还冰太冷了 那为什么还会 你还会希望说他们会跳舞呢 因为到了 譬如说小数民族 譬如说你拍完或者节目需要 跟小数民族一起跳舞 对 那你必须要跳舞 你不能的话 你很硬的话 你就不好看 我想先让二号也出场 OK 那我们介绍二号的 陈凯莉 24岁 142公分 哇 哇 感觉你穿这样要去哪里 宜波尔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机会穿这样过吗 嗯没有耶 可是有些小数民族会 请你穿成这样吗 不会就 除非是泡温泉的时候 其他的时候大部分都包得好好的 其实最主要今天陈凯莉 为什么会穿这样子 是因为他要带来一段舞蹈表演 所以他这个衣服是有关系的 凯莉是要跳舞给我们看吗 肚皮舞 不错啊 凯莉你学了多久这个舞 其实我没有 真的有认真去学 我原本是 就是帮我妹拍了一段舞蹈 哦 对 然后让她去比赛 然后临时要准备出来给大家看到 对 那 齐佳应该没有 公开跳过舞吧 嗯 比较少要 所以万一 诶 哇 妳今天是不是很想赢 对 趕快要出加分 所以你如果接了 你如果接了外景节目 你就不能主持原来的这个棚内节目 没关系吗 应该可以敲一下吧 嗯 好有经验的 那凯莉呢 妳有主持过什么 我是有主持过一些校园的活动 像什么 嗯 像我们实践的一些秀展啊 哦 秀展 对 来 酒精来吧 妳能喝酒吗 可以 这个在大陆还有焦杯酒 你知道吗 我有听说 那妳会吗 就这样勾出来 对 好爽快 好爽快 妹妹 妳脸开始抽筋 妳还好吗 妹妹 都这样子 我以前我一直觉得我当心人酷 我现在真的觉得没什么 好 来 哇 好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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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爱玩耶 妹妹 怎么样那酒味要怎么样 很难喝齁 还好 三位 已经烤过喝酒了 现在要做一个决定了 好 我们的三位评审会 送走哪一位呢 拜拜 一起搭 一起搭你的保持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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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了 他感觉就是 太熟了 太熟了 可是这也算一个派别吗 就是说一只叫滴滴的 外景不行 不行啊 如果是 如果是 十分的话 他五分都拿不到 那我们介绍下一位出场咯 好 介绍我们看到的是 23号 小乔 23岁 164公分 4公斤 也是甜美派人 这也太 是太可爱了吧 好可爱 好可爱 要把它丢到荒山野外去吗 有什么可爱 你真的要做外景主持人 对 我们不是到大学校园 去主持配对舞 我知道 我们校园就是要到什么 内蒙古啊 什么新疆这地方 可以 你喜欢这样子 因为就是在家里的时候 妈妈都说我 就是是个没大脑的小孩 因为去的地方不多 所以还是丢出去磨练一下 所以我们要替你妈妈管教你就是 那请问你主持过什么 之前都是在展场的时候 主持的 小乔应该没有去过大陆吧 只有去过一次去上海 去shopping对不对 没有耶 去上海不算吧 那去干嘛 就去看看那个电视台什么之类的 我一直以为先不就按照 你会吧 你不要说 不要说 带错小乔很可爱啊 那个小乔他要准备才艺表演 要呈现给大家 好 我们来看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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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們看已經紐約出外景了 好 今天舞當然跟那個 你們的邊疆民族需求的不太一樣 可是從這個舞蹈可以看得出來 他也會跳別的嘛 對不對 他的肢體是很好 所以會跳是 就什麼都可以很快學起來對不對 去當地要馬上學舞嗎 去當地 如果有需要的話 其實常常就是現場馬上就 跟著他們馬上就開始了 那高山峰等於都不用跳啊 男生不會被要求跳舞 會啊會啊怎麼不會 跳什麼 你跳什麼舞 就什麼扭秧歌啊 之類的 你跳看 好 兩位評審親自下場呢 就是要告訴我們在現場有時候 當地的人會教你們跳一些簡單的舞 你們要學會對不對 對 所以被要求過 你被要求跳過的是扭秧歌 對 就算你覺得很粗還是得跳 好 那現在兩個評審跳的時候呢 我們的兩位參賽者就在旁邊 直接學一下了 好 你跳的是哪一種 我跳的很簡單 好 然後這個但是在跳的時候 除了舞步之外表情啊手勢啊 還有表情 那你今天把動作 跳以前的動作 哇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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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這是農村歡樂 農村歡樂 慶豐收 我們回跳的那個女羊哥是下 今天我們讓她一個人回去 我們要維持到比較正常一點 我看得比較誇張 你太誇張了 你太誇張了 你 你像故障一樣 把你打毛衣換我了 回去 這 我們跳的是那一種 妳的羊哥是哪一種 就是玩起來 一二三四 七八 類似這樣 這麼簡單 對 就是它牛羊哥是圍成一個圈 然後你就跟著大家一起走 然後繞圈子這樣子 對 因為當地很多老人家也會跟著跳 對 所以不會是太複雜的舞步對不對 不會是太複雜的 然後有被要求擺那個表情嗎 沒有耶 從頭都沒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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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忘記一個很重點的事情 好 各位 就是節目要有效果嘛 對 如果你只是跳舞 不是你這樣才有被當地人這樣想一巴掌 對不對 你屬屬到 你不能把他跳得像街舞那麼酷啊 你要開心啊 對 不過我想你去過之後 他們應該有在談論 臺灣人的狀況 就是 稍微而言這樣說 沒有 我也在當地成為奇觀 這是一種交流啊 就在看電視 我們現在在選的呢 是要替中天的台灣角形大陸出外景的 客串的主持人的人選 三位評審呢 來商量一下吧 究竟陳凱莉和小喬這兩個人之間 誰會是讓評審們決定先淘汰的對象呢 那天心下一位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7號 曲又宜 曲又宜是艷麗型的吧 對 曲又宜主持過嗎 有 展場的經驗 那你有想要當專業的主持人 會想嘗試看看 可是你看起來很城市的感覺 你吃的時候要到野外去嗎 我還滿喜歡大自然的啊 你有運動嗎 有 什麼 衝浪 游泳 打球 打籃球 排球 或是羽毛球都可以 你會不會很容易發脾氣 還好吧 好 OK 那 如果從外型判斷的話 是覺得她 太 嬌生慣癢的樣子嗎 就是我在夜店遇到她 應該不會在野外遇到她 對 佩佩比較不像去夜店的樣子 對 可是曲又宜比較像去夜店的樣子 曲又宜那 你很會介紹東西嗎 我可不可以請你來 我們到一個活動現場 然後天心是貴賓 可能她在耍大牌 好 就是你要對付這個 冷漠的來賓 對 來賓 請問天心姐最近在忙些 我聽不到你聲音大聲一點 對不起 那個請問天心姐最近在忙些什麼呢 你叫我什麼就講一點 你太兇嗎 太兇嗎 你這樣連我都不敢放棄下去 對啊 太兇了 可是你要保持那個氣氛 好 加油 加油 天心姐 你還天心姐你活膩啦 天心 天心 天心叫我天心 請問天心最近在忙些什麼呢 你管我 哇 來 找人家麻煩 你這不是初級活動嗎 這個有拍些什麼戲嗎 不都在這了嗎 都會是很奇怪的問題耶 對啊 最近有做什麼保養嗎 最近天心皮膚很好耶 這個還不錯啦 講到保養的我使用佳嵐 夠了 你的蛋就想到你太賤皮了吧 很可怕喔 對不對 就是如果有人甩皮膚很可怕 我覺得就紅一紅啦 紅一紅 不會那麼惡劣啦 不會啦 我平常不是這樣的 通常有的明天衝起樣子是冷淡一點點 可是不會這樣 就是直接對著來的 那你想當主持人的話 你到野外去如果說看到一些你從來沒有看過的東西 你會很好奇問多問溪的嗎 會 我還蠻喜歡那種很欣喜的東西 OK 對啊 來我們把另外一個那個東西拿進來 豬頭皮 那是要怎樣 通常這個鼻子這一塊啊 可能就是肉質最好的 因為豬都是這樣 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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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周鑫子在眼尾小包 就是猜中鼻子 一直咬下去 就是可能就是看一下 哇你看這個豬頭皮啊 看起來像是這種燻過的有沒有 叉燒的那種顏色啊 然後摸起來非常的油 她眼睛很 有耳洗耶 在眼 真的耶 那我可能要考慮 你看這邊 有沒有還沒有掏乾淨的耳洗 天啊熙你 所以 欸你還聞 哇 你真的很狡角色欸你 而且還很狡角 好那現在如果要咬一口要咬哪裡 咬豬耳朵好了 就這樣一口吧 好 好 欸 真的這麼容易咬下來了 好那 可以她先給我帶回家 妳是賣一隻豬耳朵 真的很好吃 就很好吃 好我一次請把豬頭交給那個 曲用椅 對 我真的敢拿 一樣咬耳朵嗎 對妳可以選一個位置 來交給佩佩 剛才聽到看她的聲音也好脆的感覺 對 可以接受嗎 可以可以 好佩佩現在要一邊接到一邊 把整個豬頭都吞下去了 好 要試一下豬耳朵 好啊好啊 這個豬鼻子應該是她嚼勁最好的 對感覺最Q的地方 因為我們從她的外觀啊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當地人的那個 燉煮的那些手法 她們都是比較喜歡吃清淡一點 所以她們都是用那種滷的 而且她 因為她豬油本身就有一點點 所以不必加太多豬油 妳真的要吃鼻子嗎 因為我想說豬耳朵 大家應該都平常都吃過 所以我們就從大家 就替大家吃一下 大家比較不常吃到的地方好了 好嚇死喔 沒有內鬆掉出來 好嚇死喔 好嚇死喔 然後我們就吃一下那個 豬鼻子最好的 好嚇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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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那個豬鼻子還是打敗豬耳朵嗎 是這樣子耶 太勇敢了 鼻子我都 連我都沒有辦法耶 真的啊 我覺得對人家的臉咬下去 實在是有點不理話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8號李琪 21歲 身高161公分 體重143公分 好 佩佩出勁敵了 哇怎麼今天可愛這麼多 我們今天呢一共有九位 凱賴小女生來到現場 然後我們的中間節目協力 以及另外兩位 曾經主持過外景節目的主持人 他們要來評選一下 誰可以客串得到這個機會 去主持一下台灣角光大陸 你們在主持外景節目的時候 有需要碰到動物對不對 那要跟動物玩嗎 也要就是 例如說餵猴子啊 然後 然後趕羊啊牧羊啊那些 OK 騎馬啦 所以都聽起來都是很溫馴的動物啊 沒有很可怕的動物吧 他們之前有去拍過 站起來比人還高的那種 老虎 對 東北湖這個很精彩 我也有騎過老虎 在河北的時候 就是老虎就趴在那邊 騎老虎啊 騎老虎就直接騎在老虎身上 它是有被打麻醉藥還是怎樣 沒有 它沒有 被人尋養到 可是我在東北拍那個 東北湖 就很像侏羅紀公園 它就是有 圍牆有通電 然後你出路的車子 像裝甲車那樣子 然後他們現在在訓練東北湖一個 自己 以後可以在野外謀生的技能 就是 丟火體給他們吃 對 我問問看 其實如果不敢的話 我們就不要進中級考驗 不要逞強 對 你怕不怕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的話還好 因為我們 我在高中的時候 就是我們學校有 讓我們到山上裡面去生活 所以 森林裡面還是有一些蛇什麼的 但是就盡量不要去驚動他們 都OK OK 好 那我們麻煩我們的專家進場囉 好 請帶著我們的終極考驗進場吧 喔 喔 哇塞 到底現場出現了什麼恐怖的東西 讓參賽者露出驚恐的反應啦 那我們麻煩我們的專家進場囉 好 請帶著我們的終極考驗進場吧 喔 哇塞 喔 哇 哇 哇 好 請問他是幹嘛的 他是今天的特別來賓 對 他 你講他是做什麼的 嗯 寵物啊 OK 發財風要不要來我玩一下 好啊 可是這個蛇到底要怎麼樣 才可以激怒他 你為什麼要激怒他 對 我只是問一下 因為我要先知道 他不喜歡什麼情況 我去避免他 你在問你節目沒有碰過這個對不對 問你節目有啊 金剛炎進蛇 這個 站起來大概到 就是他整個舌頭昂起來 OK 所以我們把蛇交給對方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什麼事情 對 你要先跟我講 眼睛熟或者是 嗯 身體不要在他前面晃就好了 OK 所以如果他殘 他開始殘得比較緊 他應該怎麼辦 就 放輕鬆就好了 放輕鬆 讓他殘 喔真的 這是你自己養的寵物 是不是 好那個 李奇不會想要接吧 可以試試看 好 給李奇掌聲鼓勵 好 從高山摸手上接一下 好 他這樣繞有沒有關係 他現在滿那個 你幫他接一下 他太重了 他扶不住 小心 他是不是在緊張 對 OK 他扭得好緊 他緊張會怎麼樣 他在扭 他在扭 他在扭來扭去 在掙扎 就是讓小朋友 不想要陌生人抱那種感覺 OK 好 李奇已經很厲害了 你可以交還給老師 有 他敢摸了 他敢摸 摸起來的感覺 讓我還滿驚訝 佩佩妳呢 妳還好嗎 OK OK 妳也OK 對 佩佩來摸摸好了 好啊 妳都這麼高興啊 妳今天不一定要這麼開 對 可是妳是 這個表情是妳想哭的表情吧 要哭的前奏 沒有啦 沒有 其實還滿可愛的 也不用講出可愛這兩個字來吧 對 佩佩越是這樣 就想要看到他被蛇咬的 這還差點 沒有啦 他的毒牙應該已經被拔掉了吧 薛老師妳幫他接一下 後面不要放開 因為太重了 我只要他拿一下就好 好 所以兩位妹妹都證明都敢 都敢 好棒喔 好 薛老師謝謝妳 謝謝 謝謝 協理那個 其實外景節目 主持酬勞也是照一集一集算的吧 不管妳這一集 花了幾天拍成對不對 拍一天拍成一集也是一樣 三天也是一樣對不對 所以韋琪妳常常會 比方說加上交通往返的時間 可能三四天拍完的東西 只能夠剪成一集 會這樣嗎 大部分都是四天才剪一集 四天才剪成一集 對 所以想要靠當 行腳節目的主持人發財 不太可能嗎 其實 就是 就是會比在棚內要花很多時間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兩個妹妹想的是 要賺很多錢的話 就不應該考慮行腳節目 是嗎 對 如果是考慮錢的問題的話 可以去接別的工作 妳覺得妳希望越收入 妳就妳想像中像這樣的節目 一個月可以讓妳賺多少錢 我覺得 甚至我都覺得可能只有幾千塊 都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不會那麼少啦 不會那麼沒有人性啦 對 那李奇呢 妳希望這個節目 妳一個月能拿多少錢 我覺得 通常應該是一集大概幾千塊吧 因為他們到時候還要出外 就是飛機的啊 或者是一些 幾千塊 兩千塊還是九千塊 我估算的話 大概是三四千吧 好難喔 對 好難喔 好難 好啦 把這個問題丟給評審吧 看看這個評審要怎麼商量囉 面對兩者都同樣優秀的佩佩和李奇 在評審們審慎的考慮下 誰會面臨淘汰的命運呢 可以兩個都要嗎 可以 可是我們還有一個喔 所以妳可以先記下來一個 好不好 所以這兩個妳都想先留著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暫時送走其中一位 可是是備用等一下會再把它請回來 好不好 好 所以現在 我們先送走哪一位呢 好 李奇我們待會兒還會請你回來喔 現在可以先退席一下 對 好 所以如果今天 最後我們的三位評審決定要收 兩位作為台灣角逛大陸的主持人的話 那現在剩下一個競爭者 是的 所以萬一最後一位又很強的話 那李奇可能就會碰到比較難的挑戰了 是啊 趕快來歡迎 歡迎9號 林欣賢 25歲 143公分 林欣賢 林欣賢 也是當過主持人嗎 這次也是做過一些車展 可是沒有辦法像剛剛其他集會這樣子 做過一些比較記者會類的這樣 喔 妳要不要省掉我們的麻煩 直接告訴我們妳不敢吃豬的鼻子 不會啊 我覺得豬的鼻子還蠻可愛的 妳不敢抱蛇吧 蛇的話我就可以摸看看沒關係 好 那妳可以在野外撐傘就直接上大號嗎 可以啊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 為什麼我不可以 喔 漂亮 那只好再把健康步道拿出來 那我可以嗎 小小子 要不然的話 我來請 新鮮吃個東西好了 現在為各位準備的是 餅乾喔 餅乾 這很可愛喔 我吃到唯有一片 好 等一下喔 蛤 妳是要怎麼樣 妳是要怎樣 不小心掉了 啊 不好意思啊 妳還是想用吧 沒關係 蛤 好壞的餅乾 為什麼要這樣子 可以啊 真的 要在地上也吃嗎 真的 因為我們的 我們裡面的工作的team 為了訓練我們很不愛乾淨 所以呢 他們常常就是吃東西 如果掉在地上 他們就把它撿起來 然後丟在那個 所有的餅乾裡面 混在一起 然後你就這樣把它這樣 真的嗎 這樣 其實還好 天心 誰會做這種事啊 你剛剛不是說妳要一片嗎 那妳可以吃啊 非常非常的勇敢 就是這樣子 妳就很習慣那種骯髒的生活 OK 所以妳沒有吃過 掉在地上的東西嗎 以前小時候也常常會吧 我還是常會挖鼻子 可是這邊還算乾淨啊 因為有時候我們掉的 可能是泥土地 青草地 可能會有羊大便牛大便 對 可是妳不會硬使吃過這東西 生了重病 就妳都拉拉肚子吧 唉唷 這樣地上妳不至於生重病 就是床胃炎啊 OK 拉一個禮拜才可以吧 好 就去看一生 沒有辦法 評審的法寶沒有生效 好兩位請回憶 好厲害 三個評審商量一下 這兩位我們要送走哪一位囉 謝謝 謝謝 好我們恭喜 我們今天的KP呢 是優先者 另外剛才 謝里我們還是要李奇回來嗎 對 好再請李奇回來囉 再度歡迎李奇 謝謝 還是要選一個啊 哇 佩佩和李奇之間的競爭 已經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究竟誰可以通過最終的考驗 成為優勝者呢 到了最後呢 還是一個想求實力的世界 這也就是 評審提出了 要他們兩個人比腕力的要求 好 那哪一位腕力勝出的話 今天就成為我們的優勝 可以得到 主持台灣腳逛大陸的機會 那高山峰評審 請你幫我們進行一下開始吧 好的 兩位請以力量的勝負 預備 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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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厲害 恭喜 謝謝李奇 謝謝李奇 你們都很棒 謝謝李奇 來來 恭喜 好 今天我們的其實兩位優勝者 不過最後呢 評審出了怪招 所以我們的佩佩呢 得到了可以主持台灣腳逛大陸的機會 好 謝謝你們今天來玩 謝謝李奇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